那接下来看第二个例子 两年半以前 我就刚好因为社群里面的老师寄咖啡豆给我 我本来是没有喝咖啡 那后来因为他一直寄 我们的王老师 王嘉宁老师一直寄咖啡豆给我 然后我刚好又跟着社群的团购买了一台 那个小型的咖啡机跟磨豆机 所以我就喝起精品咖啡 那一边喝 我就觉得 这精品咖啡跟Sever卖的咖啡完全不一样 怎么那么好喝 那所以我就想 那我就一直喝下去 可是喝一喝 我去我们这边的那个量饭店 那个梅珍香 我去买咖啡豆 我就发现 最便宜的 那个精品咖啡豆 最便宜的 也要一包半磅三百多块 那稍微好一点的要八九百块 半磅 那他的量呢只够我一个人喝一个礼拜 一个人喝一个礼拜 所以我如果是想要每天都喝 然后我老婆比我更喜欢喝 那所以我们两个如果每天喝一杯 充一杯三百克的话 那咖啡豆就要用二十克 那这样算起来 我一个月会用掉五包半磅的咖啡豆 那这个这个价格呢 如果用三百五十块一包来算 那一个月要花掉一千七百五十块 所以当你觉得我是一个骨子里很省钱的人 我们是住在闽南村的客家人 所以我们现在被闽南人同化 我都讲台语 但是我骨子里面 祖先好像是客家人 那所以我就想到说 那如果这么贵 那我买生豆自己来烘 是不是就会便宜很多 没错 那个生豆真的很便宜 即使是精品豆 都可以省掉很多的钱 但重点是你要买一台烘豆机 所以我网路上看了一台最便宜的烘豆机 三千九百八十 那三千九百八十呢 对我来讲 我一次要出四千块出去 我也会很心疼 想很久哦 我真的考虑了两个礼拜 然后一直到后来 那一段时间刚好用Canva 后来我就想说 好吧 那就 这个到底花这三千九百八十块 一次要拿这么多出来 有点 有点拿不出来这样 很小气 然后后来我就用试算表稍微统计了一下 然后我把Canva打开 我把那个统计表的数字放进去 我突然发现一件事 这条线是我如果不买 不买咖啡机 那我每次都要花一千七百五十块 第一个月 第二个月第三个月 黄色这一条是我的曲线 那蓝色这一条是我如果买了咖啡机 我第一次花的钱 三千九百八十块比较多 但是之后呢我每个月省很多钱 然后重点是什么 黄金交叉在第三个月就出现了 各位 当我一看到这个图 不用讲了 买就是买 我的思考就马上变成 我一年可以省一万块 一万多块 所以当你有这个数据 然后把这个数据转成图表之后 你就会很明显的发现一件事 以前舍不得的 现在 我根本买了那个咖啡机 我是节省 帮家里省钱 帮自己省钱 而且省很大 所以毫不犹豫我就买了 所以 这是一个 刚刚讲的那个数据 从 从那个纯数字 你的五感 到你转成图表之后 你的有感 那CANVA就是 真的在这个方面非常的强 CANVA就是真的在这个方面非常的强